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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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I believe I can fly 郵鬆者到底是誰 我覺得很公平 比賽就是這麼殘酷 今天轮到我们的大改造的环节 为了这个大改造 我们特地请来了 马来西亚时尚界三位非常知名的大师 来协助我们 一开始以为是很简单的一个任务 看了资料跟自拍照之后 我觉得是蛮大挑战的 我要看到他们真人之后 才能决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感觉到很荣幸 因为我又没有想过可以参与黑人的其中一个单元 还蛮期待会出现什么火花的 全部都是红人 动摄影像照片都说一千几百个赞 那些粉丝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 他们现在是搞什么 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聪明的拍照 不讲成关系跟我念一遍 review by 做这帮人是真的不简单 什么打向眼睛不见 所以这次的比赛会由Kitty老师帮他们做这个造型的部分 然后由Derek老师来帮他们做法装 在造型做完之后呢 他们就被送到摄影棚去 然后每个人只有十个快门的时间 每个人必须把握时间把自己最美 最有特性的一面展露出来 我就设好机器打好灯光 就等他们卖位 老师把我的头发 漂了三次 然后染了蓝色 就是这个颜色 我个人觉得还蛮满意的 我已经给了他三个造型 到最后出来了的效果也没有令我特别的满意 今天主题是要可爱嘛 就是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我可爱不起来 他应该做一些比较女性化的风格吧 嗯 以前都没有尝试 我一直很想要漂色 今天有专业的老师我就要豁出去 相信老师 他真的给得到我的眼神 就是他穿上衣服 他知道你的衣服要怎么表达 这一件事他真的有做得到 老师说就是要带出我原本的个性 然后又有不一样的突破 哇 哇 哇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少奇 我今年13岁哦 我的声音可爱吗 哇 哇 其实是我啦 可是我的声音其实没那么刁啦 我觉得他整个看起来很帅哦 跟跳舞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在拍摄了 所以现在有点小紧张啦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了 这个十个快门太不公平了 因为有些人是拍过 就很像海豚这样 他是有经验的 根本就是不公平啊 我一看到那件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穿起来应该会很丑 因为他就只是 就是一件白色的东西 然后我就穿了 太正了 但是其实我想要跟他说 他股价很好 其实他穿什么衣服都OK 不要担心 我觉得Coco这一组照片呢 是我第一次 让我觉得 这个女生还蛮漂亮的 就是有一点想跟他 拿电话号码的那个冲动 因为我就染这个头发就每天都化妆出门 我化妆就觉得 哎 你是哪里的大神 阿沈你干嘛 爱是更甜的 收尾啊你 我感觉到他有那个心 去拍每一张照片 他很珍惜 那十张 九张的啦 我要做另外一个更加好 拍第八张 我要突出突破自己 我觉得我要给个掌声 老师把我弄的头发 全部都是跟我平时喜欢的造型 类型其实是蛮像的 所以就对我的自信有加分 感觉他的特色没有那么强 可是那个衣服再配下去 他整个造型 再摆他那个姿势下去 更没有特色 摄影师他其实也人很nice 他就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压迫感 整个感觉就拍到很轻松 比较大挑战的就是 异语的那个颜色 他也秀了一些 他想要的一些颜色 就比较大胆的橘色 像Cosplay的颜色 让我想到法力决定 我们从来也没见过我们 啊干嘛这样 他讲的声音animate 他的样子animate 头发animate 排出他的样子 整个照片整个感觉animate 我的头发啊 就只是软颜色吧 就之前的颜色比较亮 那我还软黑色 颜色我把它软回暗的颜色 照片出来他也蛮上镜的 自拍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嘛 就这样啊 拿着电话 盘牌就是 你都看不到你自己在做这什么都不容丑不丑 两票啦 两票啦 因为他本身从来没有试过说短发 太习惯了长发的那个样子 经过协调之后整个人就OK 到这个位置吧 就是 soft box的那种 头发 冲 反正我人生中也没有多大的挑战过 这一个就算是我 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可爱峰是对我来讲是有点挑战啦 挑战是蛮大的 他就是比较气质女生模特儿 就把它做了两个爆炸头的那个头发 把它变成阿嬷阿嬷型的那个感觉 刚开始是有点不能然后够慢慢适应 一点点的心痛 压力很大 因为一开始就是都会不知道做什么动作 表情会很不自然 因为我嘴巴破洞很痛 然后我刚拍照的时候 然后就笑得很强 因为刚好破洞在这边 可能老师觉得我很美 不需要改造 所以他就盖回一个一样的颜色 以前是很没有自信 看到他的进步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他很有心 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女人不漂亮都不要说 一二三 在这样没有信心之下 我觉得无论给他什么造型 他们都会没有信心的呈现出来 他很上镜 但是有时候可以是很空 有时候可以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一样东西我觉得他 有我有恨 我对他 最终上一次澎湃已经蛮久的事情了 动作都忘光了 自己家也很少来拍照 这一集的评分标准呢 除了你整体的感觉 跟阿嬷阿嬷团体符不符合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个人的努力 你的态度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娱乐圈就是靠着一个态度 还有跟人有人之间的沟通 才能够成立的一个行业 阿嬷 这个环节呢 最重要的目的 要把你们本来的本质的那个行 弄更出来一点 然后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行 所以主要细节的东西 今天主要是由他们三位来评论 没有想到我是可以持续到可爱的路线 就老是把我一做造型 我一照镜子才吓到 我觉得你很像范冰冰 很像金锁姐姐 然后又很像媚娘姐姐 她跟邵琪的形太像了 所以就把它染成一个 比较暗的一个颜色 就跟她有邵琪有一个区分的那个感觉 可是我们的性格啊 特色就是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我是不介意啊 以前也是走可爱路线 但是以前是长发的时候 很人要的时候 我真的是特别讨厌你们好吗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帅气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哪一个 比较个性的可爱 我觉得是可以驾驭得到 做回我自己 我有一个东西要讲啊 我是想范范啊 还有Riko 你们两个 你没有想过减肥吗 有 造型师会一起买整套服装来给他们穿 那如果你当你有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 穿不下的时候呢 会造成你生活上会有阴影 其实我已经瘦3公斤耶 为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可以呢 我跟你讲 到时候你一定会吓到 我们是为你好 本意就是事实 是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耶 我其实一直就是多有在努力 我们是为你好 其实你真的很适合很适合短发 整个造型给我真的有一个很惊讶 我真的很满意 有点慌 因为你的姿势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是很讲硬 笑得很不自然 就是穿上什么衣服 他都会觉得可能这边很肥 等一下这边又很大之类的 对 可能我可以代言牙膏 或者是代言面膜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 为什么你会没自信呢 你平时都拍那么多照 那个颜色 我觉得我无法驾驭 就像Cosplay 橘色那个颜色就比较大胆 谢谢老师 因为我一直意见很多的感觉 算满意了 今天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 我就是想要死掉耶 因为我完全不会摆姿势 虽然我觉得可能 照片呈现说没有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至少 我挑战了这种路线 看起来不会那么老 不满意他那个照片 就跟我说 觉得不懂哪里很奇怪这样 但是又看不出是哪里很奇怪 我觉得要相信专业 不太满意 我觉得动作还有点生意 已经完美了 就是看得出就是有经验 然后做好功课来的 这次的拍照对我来说 算困难 不常看杂志那些pose 所以就不太知道要怎么摆动作 整体上13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自信性 一个人呢如果有信心的话呢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carry到 要有自信啊你是最好的 你知道吗 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呢 很意外的 一点冲突都没有 每个人前三名都是一样的 同一个人 今天第一名的就是 我认为一定是海豚 海豚吧 海豚啊 海豚 没有啦 海豚 那麽 等一下指 popcorn 等一下爆一下 好像选美赛 我觉得太感谢了 谢谢 觉得第一次拿到黄冠 因为我其实没有表现到 我想要的这么好 但是那流往自己在 want 但是有尽力的在表现自己 那妳是这样子讲很清楚 唉呦 不是我根本就是 chakra 我罵你啦 不要這樣啦 好啊 我選第二位囉 第二位 第二名 我給...我給洋洋 如果要說的話 不應該給洋娥 作為鼓勵性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給Crystal 為什麼不給我 她就是沒有自信在拍照 就是都不太有自信 那其他就很好啦 就可以表現更好 因為我都很缺乏信心啊 為什麼不給我 你快點回去火星吧 地球就很危險 算了吧 我也不是很想要 就覺得她真的對我很好 我們之前也不太認識 可是到這邊她就都很照顧我 很感動 之前的幾個月 無論過得再辛苦 大家還是活在一個安全區域裡面 可是接下來的一集呢 我們會開始淘汰人 平時看到網友在下面罵來罵去呢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真正的戰爭才要開始 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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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